Youtube今年 漲10萬粉絲要多久 Mr.Vs要12個小時 老高要1個月 而我只需要3個月 雖然比老高慢一點點 但是老高無法複製 而我的方法適合每一個人 而且這兩個月單純平台分給我的廣告收入 就超過了2萬多美金了 那接下來呢 我會把我3個月漲10萬精準粉 突破50萬訂閱的方法 毫無保留的分享給你 步驟很簡單 但是效果非常驚人 內容有點長 但是十幾分鐘之後 你會對做Youtube賺錢 有一個全新的認識的 嘿 我笑傳 這頻道是專門幫助普通人變成創業者 讓你透過網路的力量打造網路事業 用你的影響力幫助更多人 實現你更自由的生活方式的 感興趣的話記得訂閱 點開旁邊小鈴鐺 這樣的話你就不會錯過網路創業 網路賺錢 自媒體經營和支持付費的知識了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行業 也可以讓現在一無所有的你在一年之內 實現白手起家 甚至財富自由呢 有 就是自媒體創業 我說一個發生在我身邊的一個小故事 前幾個月呢 我故意去了上海和杭州參加了一些商會 見了很多年 如果一人民幣的老闆 非常意外的是我在台上 只是做了一個小小的自我介紹 立即就有幾十個老闆 主動的加我微信了 當時呢我的腦子裡面 立即就蹦出了一個問題 為什麼我有資格站在這裡 別人用人生幾十年的努力 扎根建立的巨大行業壁壘 為什麼我可以輕易的跟他們鏈接 能夠互相學習呢 我想到的原因僅僅只有一個 我是一個懂自媒體的new money 而自媒體恰恰是現在很多個體 甚至企業小轉型和進軍的賽道 之前在很多人都沒有意識到 自媒體帶來的巨大價值的時候 我就選擇all in進來了 沉澱下來了五年的思考和技能 而現在我所擁有的恰恰就是那些 傳統的大老闆 甚至很多普通人 夢寐以求的認知資源 那到了此時此刻 如果你想要進軍這個賽道 該怎麼做呢 今天呢我就用接下來十幾分鐘的時間 來告訴你 如果說我失去了這個頻道 我必須要今天從零開始 我會怎麼一步一步做一個 變現能力超強的YouTube頻道 你會發現只要你把接下來幾個原點打通 它做起來並不難 一談到自媒體創業 大部分人他的慣性思維就是 我挺喜歡某方面的內容的 我要做什麼內容呢 我能不能做這樣的一個頻道出來呢 這個能不能做 只要你喜歡當然都能做 只是你能夠接受搞到最後 然後不賺錢 或者是說賺錢的周期很漫長 那都可以做 但是我是一個創業者 我做的事情我是追求效率的 自媒體我是把它當做生意來做的 那到了今天我反過頭來看回我 如何透過有機自然流量 可以變現幾個億台幣的 我自己做過的事情可以總結成一套系統 而且它也已經被驗證到各行各業了 這個變現的系統其實非常簡單 用一個公式就可以解釋清楚 我把它分為三個關鍵點 就是變現等於產品加流量加轉化 這個是有先後順序的 只要你把這三點完成了 那變現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我們先說第一個核心關鍵 產品 普通人經營YouTube遇到的第一個天坑 就是 這是掀起流量再變現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錯誤 我分享一個我身邊發生的一個事情 我呢其實有兩個做歪語教育YouTube頻道的朋友 他們呢都生活在同一個國家 一個朋友呢他是純興趣做的 他開頭沒有想好怎麼變現 所以他就從身邊的海外生活日常開始拍起了 另一個朋友呢他也是做興趣 但是他從一開始就想清楚了 他會靠支持付費變現 所以說從開頻道的時候 自然而然內容就從外語教學開始拍起 那後來呢 兩位的流量後來很快都起來了 但是他們發現 各自的變現能力差了至少10倍 為什麼呢 因為一個的流量 他是能夠倒退到產品的 一個他的流量不能倒退到產品 所以呢 如果今天我要去 從零去做一個新的頻道 我絕對會在一開始就想清楚 我要賣什麼產品變現 不然流量來了也接不住 到頭來你只能賺一點廣告紛潤啊 如果你連未來賣什麼產品 你都沒有想好 你怎麼做 你怎麼知道做什麼內容 怎麼經營你的人設 怎麼找到哪些用戶 那你的用戶不精準 你獲取的流量就沒有任何商業價值的 我見過太多的youtube那些百萬訂閱的網紅了 他們真的沒有你想像當中的那麼賺錢 youtube真正賺錢的是誰 是那些垂直細分領域的賬號 我舉個例子 你可以去youtube搜索 一美兩個字 你就會發現大量這些賬號 這些賬號的粉絲量 一般都不會特別大的 最多就是幾萬訂閱 但是呢 這些賬號一般幾萬訂閱 它的年變現不會低於千萬台幣的 而且這些賬號能夠變現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本身就有產品 產品就是醫美項目 賣這些東西本身就很賺錢 而youtube僅僅是他們的一個流量平台 幫他把他原來的業務放大了而已 youtube本身的廣告分潤是不多的 一定是你有可以賣的產品 然後他來幫我們放大到全世界 這才是做自媒體做youtube賺錢的底層邏輯 ok 那如果你說剛才這些行業門檻太高的話 那對於我們普通人來說 黃金賽道就是做 自食付費 作為慶資產創業的王者 你的產品就是你的限量課程 因為他的投入成本極低 你自己一個人做也能做 你就算做不贏你也做不死啊 你每當賣出去的利潤率是90%以上 你用一年時間賺100萬 用對方法還是很有機會的 我這幾年來呢 除了把我自己的個人品牌和團隊做好之外 其實我也沉澱了一支 從知識付費到個人品牌 到私域成交非常強的隊伍 在過去的一年時間 其實我也孵化了非常多的 知識付費的老師 在下面我有貼我們孵化的案例 裡面很多都是30天之內變現 3個月內打造自動化成交必還的 當然這些賬號才剛起步 還遠遠沒有到天花板 那為什麼他們的變現速度那麼快 其中一個核心原因就是 一開始就把產品確定的很好 他知道怎麼倒推去找精準流量 那說到流量 就是我們要做的下一步了 OK 如果我要重新做一個YouTube頻道 我們產品想好了 那我們怎麼把這個賬號做起來呢 OK 現在我給你講一個 暴力旗號的方法 其實我很糾結 糾結了好久要不要分享 因為對我來說 講這些真貨 我沒什麼好處的 而且呢 我的同行可能也會很不爽 因為我公開了他們賺錢的秘密 但是呢 這是所有的大網紅和MCN機構 都在用的方法 都是這樣做起來耗的 我先講一講吧 但是你現在不快點在影片右下方 點贊保存嗎 不然之後這部片 可能就會被投訴下架了 好吧 我跟你分享一個最近的經歷 你就知道了 前段時間我在培訓團隊新人的時候 我在教他怎麼寫內容 所以說有跟他們一起討論這個頻道的選題 當時我們就訂下了三個選題 一個是做AI幫你拍片 賺錢賺被動收入的內容 那條影片的數據跑了40萬的流量 第二部影片 我做了10個用ChatGPT經營YouTube的方法 跑了22萬流量 第三部影片 是我做自媒體團隊管理分享的 跑了1.4萬流量 當時我新召回來的同事 他就很好奇 跑過來問我說 小船 你寫的這部片 其實你花的經歷是最多的 而且我個人認為 也是你寫的最好 最有價值的 為什麼這部影片的流量是最低的呢 我就跟他說 你打開YouTube 你用各種理會的語言 海內外搜索 網路創業 這個賽道 這個關鍵字 你看一下這個關鍵字下面的影片 有多少影片的流量是超過10萬的 然後他就跑去看了一圈 然後跑回來跟我講 我看到這個關鍵字 自媒體團隊管理下面 超過10萬的影片 一個都沒有 其實你發現了嗎 很多時候我們總是認為說 自己的內容寫得很棒 選題切的特別的妙 其實這些只是你的一廂情願而已 你的這個選題 本身它的市場到底有多大 需求有多大 流量有多大 其實在這個細分領域裡面 早就有答案了 做流量的本質 它不是創造需求 它是迎合需求 那你可以怎麼實鈔呢 我們做內容 其實是為了在前端獲取客戶嘛 那就要先找到你的行業裡面的 對標帳號 然後找到每一個同行 最火的5到10個選題 怎麼看呢 就這樣看 找到你的對標帳號 把最火的影片按排序 篩選出來 然後開一個文檔 把各自的爆款選題都列出來 然後用同樣的選題 去用你自己的經歷 你自己的認知 去寫你自己的內容 OK 那如果你有5個對標帳號 你是不是就有25到50個爆款選題了 如果你聽話照做 你持續一週一更的話 這些選題都夠你用半年了 一開始做帳號 用這個方法去把爆款都找出來 然後用量去堆影片 然後我告訴你 你遲早會有那麼一部影片 把你的頻道的流量 推到流量的風口浪尖的 但凡在這些爆款裡面 只要你有一條影片火了 你的整個帳號的權重和基礎播放量 那就不一樣了 你的頻道就做起來了 所以現在很多的MCN公司 大網紅甚是我這個領域 他們根本就不會自己去原創選題的 他們只會不斷的去挖掘 這個賽道下面引進爆款的選題 包括我這部影片 你記得我的那個標題說圖和利益是什麼嗎 選題就是到了今年 我如何重新去做一個YouTube頻道嗎 OK這個選題其實也是我這個賽道下面 曾經跑過42萬和111萬的選題哦 所以底層邏輯都是一樣的 反過來說 細心觀察的觀眾就會知道 我的選題也經常被同行拿去用的 像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 為什麼呢 因為聰明人都知道 這樣做效率會更高啊 這個呢就是 產品加流量加轉化 等於變現的流量端 知道了吧 那頻道的喜好和流量很重要 我再額外的分享一個bonus知識點吧 上個月呢 我決定做了一個新的頻道 專門講知識付費的知識的 因為我算是這個市場上面 少數有資格深度講這個領域的老師 我自己的相培訓賣了1萬多份 更重要的是我的用戶裡面很多 也是做知識付費的 裡面不乏一個月變現百萬的老師 所以我就想著把這些業務的核心的知識 沉澱下來 給到各位真正想學習的同學一些干貨好了 那我就做了這個頻道 那那個時候呢 我們團隊有個小夥伴就過來問我說 小船這些影片就做好了 你幹嘛不直接在你這個主頻道發呢 你在這發的話 你能夠輕輕鬆鬆幾萬人看幾十萬看 但是你開一個新賬號沒有流量的呀 我就跟他說 還好你是來問我 我可以告訴你我可以教你 但如果你這樣去呼籲一個沒有做過自媒體的小白老闆 你會把這個賬號都搞死的 為什麼 那說起流量變現呢 絕大部分的思維慣性就是啊 我希望吸引回來的觀眾他是直接能找我諮詢產品的 OK 那如果這個時候你這樣去做內容 你就發現有一個問題 假設你只是圍繞一個關鍵字去做內容 你就會發現你能夠分享的內容延展性 非常非常非常的窄 但是YouTube它是一個娛樂內容平台呀 如果你做的太窄的話 平台給你推送的流量就會非常的低 所以你會發現 那些垂直到自己邊線產品的賬號 他做夢都做不到50萬訂閱了 與他的能力沒有一點關係 那這個時候我們反過來就得想想對策了 那假設說 我們的變現產品是一個育兒客 賣思維素美金好了 那想要買育兒客的人 他們是什麼樣的人呢 他們是不是一群寶媽呢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去做 教育子女的內容 夫妻關係 婆媳關係 女性成長 美容護膚 先折射到這群寶媽他們想要看的內容 做泛話題 再把大量精準的用戶人群給吸引過來 我把這個動作稱之為 就是你把你的頻道想像成一個漏斗 你的思維素美金的課程是最下面的漏斗 那最上面呢就是用戶看了你的影片嘛 也就是你把你這個碗 往上再擴大一點 就變成了這樣了 就是浮射面更大一點了 那從原來基礎的2000播放量到20000播放量 如果這樣的話 你成交的機率是不是高了好幾倍 那反過來說 如果你只是做預額內容 你就會非常的窄 你的流量就會很少 連你變線的前提都沒有了 那所以上面就是我 進行自媒體貨客的內容策略 底層邏輯 那接下來我們講一講這個公式 最後部分的轉化邏輯 我再分享一個經歷 在一年前有一個十幾萬訂閱的財經youtuber來找我諮詢 他說小船我想要做一個投資理財的課程 但是我認識另外一個投資理財的youtuber 之前他開了一個課 在youtube宣傳了一下 沒想到被用戶罵到撲街 還沒有多少人買 真的太心塞了 他戰戰兢兢的問我 我是不是不能賺到這個錢了 之後呢我就告訴了他一個底層邏輯 就幫他擺脫了這個阻礙 一個月之內透過試量課程 讓他賺了100多萬台幣 而現在我全部都分享給你 很多人的轉化成交做的不好啊 就是因為他們沒有做向下沉澱這個動作 也就是找到精準用戶 把產品賣出去這個動作 那回到剛才這個銷售漏斗 整個漏斗的邏輯呢 是看到認識認可買單 在youtube用泛話題先吸引到更多人 才有了更大的流量 才有可能會遇到更多精準的高價值的粉絲嘛 但是呢 所謂的精準粉 你想要抓到他們 也一定是要靠篩選的 那我們做youtube 這個動作他只能幫我們 給用戶看到你而已 並不代表那些免費看片的人 他是真的認識你 是不是認可你的 所以呢 剛才我分享的那個財經youtuber的 youtuber朋友 他在youtube宣傳產品 被罵到懷疑人生 還沒有轉化 就是因為他跳過了 向下沉澱和篩選這個動作 他宣傳的時候 控制不了那些 不認可他 或者不需要那個產品的人 看到這個廣告和宣傳 同時他也缺了給用戶做認可 和買單的動作 所以才會有這個不好的結果 那這個認可和買單這個動作怎麼做呢 不能只做公寓流量 也就是不能只做youtube頻道 你還要把你的用戶 引導到自己的私欲流量池 例如像email名單 Line app 或者是說直接加用戶的Line 微信 WhatsApp 都可以 在裡面再深度的分享你的知識 你的案例 再介紹你的產品 才能買單 而且你也可以透過這個過程 篩選掉那些你不想成交的人 只做公寓流量 不做私欲流量池 那是很蠢的 當你的流量來了之後 你都沒有接住留存 你的生意一生一次 如果說你的流量來了 能夠接得住 那你的生意可以是一生一世 你可以無限找到他們 那這部內容很乾很煩人性 你可能會聽不懂 但是你可以反覆的聽 然後再配合資訊欄的第二條鏈接 會給你一個 在裡面呢 我會更詳細的講 我是如何從零到一 做一個賺錢的youtube頻道 如何經驗才能夠十周突破10萬訂閱的 還有 還沒有領取 價值這本書的朋友呢 特別是你想要做知識付費的朋友 那我們現在依然可以讓你免費的 獲得價值這本書 你可以領取資訊欄的第一條鏈接領取 我在這本書裡面寫出 一個普通人如何挖掘出自身 幫到別人的優勢 如何把腦中的知識 價值包裝成一套產品 銷售出去的方法 都在這本書裡面 你如果沒有挖掘到自己的價值 你就永遠不知道自己有多值錢 OK 我再延展說一件事 一直都有那一種自己不想努力 還要洗腦別人說沒有機會 或者是說單純沒有信心 才說現在做youtube太遲了 沒機會的人 我先說個前提 做不做是你的自由 你自己的事業 你自己的選擇 沒人逼你了 但是要我說的話 我就講一件事情 我希望你站在上帝的視角 想一想站在平台的角度 用商業的眼光看看 你就不會再問這種問題了 如果你是平台 你有100萬流量 如果在你面前出現兩個人 一個新人 一個舊人 他們做的那種質量都差不多 流量的話你會給誰 換句話來說 給誰流量對你來說好處更大 那肯定是給新人啊 統治階級都知道 不能階級固化 階級固化影響統治基礎 會出問題的 平台就不是嗎 你是平台 你也不想階級固化吧 老人做久了就沒有危機感了 想不想讓新人激發一下老人 讓所有人都為了你拼命產出內容 這樣對你這個平台才有利嘛 皇帝他都知道搞制衡 都知道給下面的人一點機會 平台難道就不知道嗎 所以新人旗號獲得流量的機會 肯定是比老人要大的 OK 那我再講第二件事情 很多人想的經營YouTube的目的 就是為了賺廣告分潤 但是如果你依賴這個收入的話 首先你要確保你每個月 都可以獲得大量的流量 這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如果是靠廣告分潤的話 你每個月的收入有幾千美金 已經很了不起了 所以你要有自己的產品 這個非常的重要 最好的賽道沒有之一 就是做好垂直的知識個人品牌 再基於你這個個人品牌 做後面的知識付費產品 不要做電商 因為你沒有供應鏈 因為你需要發貨 你發貨就有退貨 這個真的很難 不要做廣告接單 因為你沒有足夠多的粉絲量和流量 而且你賺到的也不過是 廣告商那一點點行銷預算 也不怎麼賺錢 那最後一個問題 如果我想要賺到大錢 但是我不想在鏡頭面前表現自己 我比較內向淚臉 我討厭被別人評判 或者是說我沒有什麼一技之長 我做不出任何的課程 OK 你搞清楚你是沒有信心 還是真的沒有能力 沒有信心可以培養 如果真的是沒有能力 不好意思 你真的很難在YouTube獲得很大的結果 好好上班吧 我講了很多很多真話 所以步步片都有人罵我 我也習慣了 我只是希望真正認可我的朋友 你們可以至少 至少少走萬路 那我說一些專門給老粉的話 如果呢你對我並不熟悉 或者你對我也沒有什麼興趣 那你可以先離開了 唉 五年了 老粉們做到了 真的到50萬訂閱了 我本來是以前都不敢想的 也是真的很感謝大家 一直以來的陪伴和支持 你能夠看到這裡 肯定是我已經實現的某一些要素 可能要麼是你認可的 要麼是你想實現的 可能是網路創業 支持付費 現任轉型 數位有目 如果 也是你想要的目標 那我接下來說的都是肺腑之言 我希望 我也相信會對你有幫助的 其實50萬訂閱這個數字 我一直以來都沒有什麼概念 直到上週我在面試一個人的時候 看到他的簡歷 他寫 他寫內容已經超過30萬字了 而這個時候就讓我心裡面 蹦出來一個疑問 唉 他都寫30萬字 那我寫了5年 我寫了多少 我就這麼靜下來 好像算了一算 算完之後我全部加起來 我起碼有超過300萬字了 我的天 因為我記得我的本科畢業論文 才2萬字左右 不就是說5年下來 我等於幫150個人畢業了嗎 那其實說這些呢 我是想跟大家講一講 長期主義這件事情 其實大家都知道長期主義它的好處 但是 都是停留在說說而已 我的長期主義是真的做出來的 比如說 頻道的內容 我也持續寫了5年 產品 我持續經營了5年 直播 我一做決定就直接做了3年 中間從來沒有中斷過 還有像一些其他的小習慣 比如像 不抽煙 不奢侈 不打遊戲 因為我一直都認為 做一件事情 半年 一年 你很難有什麼競爭優勢 但是如果是以5年 10年作為單位 競爭這件事情就變得很簡單了 上面我說的每一件事情 每一條列出來 本身看 它都不起眼 但是很多事情 當你持續堅持做 不停積累 這些小的事情之後 它就會變成一個 非常不同尋常的力量 你整個人的能量 也會變得越來越大的 其實有一個問題 我也很好奇 那後面我也找到了答案 很多用戶之前跟我說 選擇跟我合作 單純是看直覺 最大的直覺是因為 小船裡一直都在 很安心 而其他人 很多人都已經沒有在做了 所以我想跟各位小夥伴講 當你不願意頹廢 你想要精進 想要做好長期主義 你只要做好長期一件事情 未來你一定會遇到一個 巨大的爆發的 第二件事情 你在奮鬥的過程當中 經常會被重傷和打擊 我做很多事情 無論是任何事情 我都會被人懷疑過 打擊過 重傷過 比如說我做自媒體 我寫內容 有人寄信說 要給我寄刀片 有人說 這你也寫 早就過時了 這也太水了吧 但是如果你讓那些人 自己去寫一篇 很厲害的分享 你會發現那些人 堅決一個字都不寫的 動的不動的 但是如果只是讓他動動手指 打肩盤罵罵人 他可以做到天荒地老 我做培訓了 我的培訓就是 所以說就有人攻擊我說 你看起來那麼年輕 又搞公司 又幫這個人賺百萬 千萬 你不要再騙了 我想講的是 當他們一定要給你的努力的結果 扣一個帽子 來為他的失敗找藉口的時候 你做任何的解釋 澄清都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還有就是 你是個女的 我懷疑你背後有作假嫌疑 所謂的作假就是 我有團隊操作 我確實有團隊啊 畢竟我的業務到這個體量 怎麼可能只有我一個人呢 但是團隊它是我親自招的 親自培養的 親自付薪水的 這個有什麼問題嗎 還有什麼 小船你騙了我五千美金 其實根本沒有給我成交過一分錢 這種人就是為了流量不擇手段 但是我說這些呢 因為是鐵粉敞開來講嘛 但我也希望你不要誤會我的意思 我沒有覺得自己委屈 我覺得我自己是一個非常幸運和幸福的人 我想講的這些真相 就是為什麼大家都講創業的路很黑 膽小的人不要走 原因就在這 孤獨 強大的心臟 忍常人之難忍之事 對創業來說它是常態 等你做起來之後啊 可能你會出現今天 有一個人倒用你的影片打詐騙廣告 你警告他他不下家 明天出現一個誹謗你 為了趁你流量的 後天你瞎了眼 遭了幾個不好好工作領薪水的人 就想啊 這到底怎麼回事 天天這些破事煩死了 本身創業就是很難的 創業者自己他都很迷茫 他未來的路到底在哪 眼前的這個問題該怎麼解決 前途未卜 還會經常受到質疑打擊 特別是做這個行業 所以說如果你自己不能自洽 你還玻璃心 早點回家睡覺 真的 所以呢 對於這種人創業 我一直都是勸退的 那最後我們要講到 信念 還是信念的問題 很多時候呢 我時常也想啊 想放棄想躺平 天天有時候也會在抱怨 因為其實我日常消費是很少的 那為什麼要那麼拼命呢 很多事情它都不是人幹的 而且我也不缺錢花 但是真的 你得自己給自己洗腦 想想 有一些事情你都堅持做了那麼久了 你就不想那麼輕易中斷了 而且呢 有一些過得比你更深陷泥潭的人 人家的資質根本沒有比你差 他們都沒有這個機會可以抓住 就你抓住了 你就沒有放棄的理由啊 於是呢 有一些東西就結個幾天就釋懷了 我為什麼講這個 因為很多人問我mental的問題 OK 那其實呢 我會回想起來啊 這幾年來很多人陸陸續續來留言告訴我說 因為我過去的鼓舞 過去的分享 分享了某個知識 影響了他的決策 改變了他的人生 其實這個就變成了我堅持下去的一個信念 我知道了 當初自己也是別人眼裡的光 有人是看著你成長 他才努力的 你才不會想放棄 所以呢 5不50萬訂閱對我來說 並不重要 是在這條路上面我能夠幫助多少人 我能夠在多少人的人生裡面留下一個真相的痕跡 50萬 它也是一個信念的問題 我們在做一些新的嘗試的時候 一定會有一些身邊不和諧的聲音出現的 我想要告訴你 你不要懷疑自己 你把那些外界的噪音給屏蔽掉 長期主義 強大的心臟 信念 你 如果能夠做到 你一定能夠獲取到更大的財富 你一定能夠追逐你自己內心真正的快樂的 我希望你真的聽進去 如果能夠真的影響到 哪怕看到這裡1%的小夥伴行動 改變你的想法的話 那我這部影片說那麼多也 實現這個價值了 那如果你聽進去的話 那現在立即 給這部影片用下方點個讚吧 然後下面留言告訴我 2023繼續加油 好不好 那最後還沒有領取價值這本書的朋友 我們現在依然可以免費的送給你 你可以點擊 資訊欄的第一條鏈接免費領取哦 那我是小團 那接下來呢 我還是會持續的給你分享 網路創業 自媒體創業 知識付費的一些核心的實習經驗和干貨的 記得訂閱 點開旁邊小鈴鐺 記得打開全部哦 還有follow我的IG 這樣的話 你就不會錯過這些知識了 好 那我們過幾天見 拜拜 有機器 多小鈴鐺 也許莫有儲物 台中 雷 雷 雷